教育局在2022至2023学年 推出了一系列以心系家国为主题的联校活动 希望透过活动深化学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培养他们的国家观念 对国民身份认同以及民族情怀 在元宵节期间 观俊小学就举行了《中华民族的依存》 新春华服设计比赛的颁奖典礼 这次比赛有超过40所官校及津贴小学参与 而当日出席的校长、老师和同学都穿上华服 很有新年气氛 我深信这次新春华服设计比赛 是有助提醒我们师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兴趣 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和归属感 大会更安排了多个精彩环节 由小朋友来到演出 包括用贺年歌捉远大家 吐年吐气阳眉 旗海飘扬,展翅傲场,动作利落 一看就知道一班同学都训练有数 春梅大地,万丈更新 他们的中国舞表演带观众走入春天 紧张的时刻到了 先是公布短片组的奖项 亚军的是沙基湾军立小学 我们学习了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全部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习族 冠军的是西贡崇珍天主教学校小学部 我们学到蒙古族平时吃什么 也都学到蒙古族新年的时候 会用火作为装饰图 接着就颁发绘画组的奖项 亚军的得主是粉领观众小学 透过参加这次的活动 令我们增强了民族身份认图 而且还令我们明白了中国民族的融合力 冠军得主 香港浸信会联会小学 我们一开始对于独龙族都是一无所知 我们现在也奖了很多知识 颁奖礼之后 大会还准备了多个工作坊 给同学们参与 有书法、剪纸和元宵节的猜灯迷 同学们都难掩兴兴心情 拎着辉春互相拜年 生日拜年 期望深系家国这个学年往后的一切活动 都可以令同学们在校本和活动结合之下 有丰盛的学习成果 亦对我们的民族有更深入的了解 电视频 geb feet EV EV